因为他是离婚 我不喜欢找离婚的 我也找少女 我正来晚来了 为他说把这个问题 提回一个主要问题 你就不应该提回主要问题了 就说哪个差到哪 说我抽烟就说我抽烟的 咱就结束了 原来你也值得 那为他张罕见面呢 是不是 你这个事你就不好解释了 大也是个大男子主义 刚坐下没落两句 就惨遭大妈拒绝 无聊普新男当场玩变脸游戏 吓得七七猛一句零 眼看就要干起仗来 幸亏红狼小哥劝架及时 不然这相亲节目 就变今日说法了 你好你好你好 今天来相亲的是周阿姨 周旧龄五十七岁 丧偶退休金两点四五个钱 有套两局是无负担 要说周阿姨也是个苦命的女人 丈夫早年因病去世 留下了未成年的儿子 还有好几万的饥荒 这些年她是既当爹又当梦 贪心如苦把儿子拉扯了 如今儿子也已经成家立业 她也退休了没啥负担了 自己住这房子难免孤苦 无聊到每天打扫两遍 房间也无法排解 一天一遍为生 现在我都差多了 以前我都一天两遍 一天就两遍 差地 儿子儿媳都很孝顺 咱那小夫妻平时工作都很忙 两家离的也不近 十天半个月回去一趟 不忍看到老母亲孤苦无疑 他们大力支持周大妈再婚 我儿媳婦也挺支持我的 要我找个老伴 一年比年岁大了 你说我们也没时间回来 回来也次数都有限的 我一想也是 也挺孤独的 几乎两个十万人都没有 儿子支持也是你很大的 是挺支持的 以为平时没啥事干 周大妈就玩问雅琳 自个连连乒乓球啥的打发时间 看到这七七想呼吁在外的游子们 尽消要尽早工作之余 能看望的就去看望 不能经常回去 也常对家中的父母打个电话 切不可等到子余养儿亲不待时 才发现后悔晚饮 接着大妈又回忆起和丈夫的过往 嗓子疼 就是脖子一块有个抱 有抱也不疼也不养 我说你去上医院看看 她也不疼不养也不着急 然后我就走着追她说 完了就去医院去检查了 检查医 检查处就是晚期 人嘛不都有求生欲望吗 我儿子给治 花了 花了钱又花又不行 八月就走了 俺俩从来没朝着我 有什么事吧 俺俩沟通 沟通有时候我也有点小心性 但是我儿人就是不跟我一样 一想到丈夫的好 周大妈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因为她的前半生中 丈夫是给她最多关爱和包容的人 俗话说好你见识过得好的 其他的人一瞅就看不上眼 也是这么多年她不想找办的原因 一个人熬过了扛下了所有的骨 谁再给的糖都不甜了 一年比年孙大了 就想找个老伴吧 最起码两个人互相有个扶持 退休的三千至四千 这条件 最好是不抽烟喝酒的 我找这男人就有担当 有责心 找个好老伴过后半生 就是这个理想吧 童娘小哥根据大妈的这些要求 找到了大他七岁的唐大爷 唐国斌六十四岁 退休金两个钱长春有房 俩孩子都已成家 唐大爷这黑墨镜一戴 黑大衣衣穿妥妥黑武士啊 知道的是来相亲的 不知道的以为来选私人保镖呢 墨镜一戴谁都不爱的节奏啊 我们介绍一下 好 这是唐国斌 好 这个是周秀玲 你好 那咱上楼上你家吧 走吧 不过眼尖的琪琪看到 唐大爷那几根在风中摇曳的头发 原来是个秃头老宝贝啊 这可一下拉低了大爷的气质啊 这不肯见面大妈就有看法了 没有演员 没有演员 那脑瓜都没有头发 头发少 个儿太矮了 主要是个儿 但是我们一起都这么矮 这俩人一个不满一个不愤的 没办法来都来了坐下唠唠网 何知女方患有高血压食 唐大爷这边有点不高兴啊 因为他刚来到就不满意 可想而知下面的对话就属于尬聊了 不行了 我对这个有病的不行 因为我身体就特别好 啥病没有 我腰球就是说 这个年龄你说多少都没有点毛病 他也有 也有那个没有病的 能打得多些啊 哎呀 我有时候吃药有时候不吃药 一百二三一百二 有时候要是高一点一百四 有些也正常 我还行 不算太高高 你高点 老头子拧着头是死出 看着真来劲啊 接着看周大妈哪里都不顺眼 鸡蛋里头条骨头 没事找事 说她不像个正经健康人 大妈礼貌性的可制住了自己 别的还有点问题 干啥问题 丑子好像没劲儿 实际 你咋能看什么没有劲儿呢 说话好像多么小 我平时生可大了 今天其实也是在录像吧 有关 说话就是 我告诉你我这个开玩笑 你别往心里去 没事 只能露出礼貌不是尴尬的微笑 心里一万句草泥马路过 这都啥玩意 一点素质都没有 她这故事开玩笑 这是在搞事情啊 遭老头子不行就拉倒呗 至于搁这埋着人呢 大妈也是憋了一肚子嘛 就像我们这个事说 多少能没有点毛病 就讲来她以后 她没有点毛病 是的都这个年纪了 有点小毛病也正常 我不信老头平常 没有不舒服的时候 为了教她如何做人 周大妈决定反击回去 开始询问唐大爷 是否抽烟喝酒 不料这老头子也是个滑头 面对女方的问题 回答得含糊其词 你问我身有没有味儿 你来身那边问我 没身有 我都穿多长时间了 我这衣服 因为已经有点味儿 有 我这衣服有点弯儿 对吗 我都今天早上 还没抽烟呢 就没有这面回答 哈哈打脸的不是 看到这七级控制 补助笑场的 被大妈一语拆穿后 唐大爷的脸上顿时挂不住了 可不能让这老婆子给我拿捏住 必须给她好好掰扯掰扯 很多女的吧 就是抽烟喝酒她都不烦 我跟你说 我这包里呢 我们俩的烟味儿 不是我装这个烟 你看看 我这昨天装的 我昨天我就 我姑娘给外帝收过回来了 那我这烟 就抽一颗 就昨天一下午抽一颗 为啥我要你问我身上 根本我就抽烟抽特别少 这烟汁挺贵的 我能抽 能总这么抽吗 那多贵啊 留留钱过日子吧 有钱买个收音机 没钱听你吹牛逼 大妈讲话了 我可不是听你 可这跟我装逼卖味儿的 我再给跟她 带一会儿 指定上去 必须找点 由头给她打发来 因为她是离婚 我不喜欢找离婚女 我也找少女 她不是说我是离婚女 你值不值得这事 那值得这事 那完了之后 我将来晚来了 为啥说 把这个问题 提为一个主要问题 你就不应该提为主要问题了 就说哪个 她差到哪儿 说我抽烟就说我抽烟的 咱就结束了 原来你也值得 那为啥张海姐面呢 是不是啊 你这个事 你就不好解释了嘛 老铁门她急了急眼呢 气得老头子 像吹叔似的呼呼地 如此好面子 男子主义的大意 又怎么能忍受 一个女人的嫌弃呢 接着又开始想 词埋她女方了 当然要说 从那个个头和其他方面上 这要说啥的话 那也就算 反正带商量 这个事我说的挺客观 你说得有道理 因为我这个人吧 我跟你说 一是一二是二 我这人从来就说 不勉强任何事 我看出来了 你是个男人大蛮族主义 没有演员啊 我没有演员 咱们吧 就这样吧 就是说到你家来 创个门 这场相亲也就不欢而赞 白白就白白 下一个更乖 接着红娘小哥 又给大妈介绍了许大叔 许志伟63岁 丧偶退休金3.3个钱 有房无负担 这个大爷除了连有点方 别人没啥毛衣 俩人彼此演员都不错 许大爷不仅工资比唐大爷高 他家住的李大妈 儿子家也非常近 如果成了的话 平时来往也方便照顾 聊天得知俩人还是老乡 俗话说的好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这也让俩人的关系 自然而然的拉近了许多 俩人又同样都是上网的 可以说同兵相连的 咱俩是同兵相连的 是不是 咱俩好像是能有孤同点 应该是 这个年龄 有孤同点 这个年龄都差不多 如果想到一起去 就能说到一起去 我这么样认为 是不是 是 徐大爷对大妈也是情目已久 看过大妈的一次节目 就对她一见钟情难以忘怀 还把她的喜好揍记了下来 我看她节目我看过她了 那里边别人忘了 忘了我记住她了 基本来讲对我来讲还是 还算行 没什么不好的印象 我对她印象还是比较 比较深刻的 我也注重保养 在家有哑量 一天做一百 上午五十 下午五十 一天做一百下 就这个事 对 我看好像是整个人 对 蓝色的两头 是不是 我记得在这长呢 等一下 这是真是关注你了 这边咱俩还有咱 我头眼我咱俩会看 我就说了 细节决定成败 男同胞们话中点赞 找对象以后都经典型 大部分女人都比较在乎细节 以及下意识惦念 用冠冕堂皇的话说就是爱情 用咱百姓的大白话管着教 偏心严子就是偏爱 闹到这俩人的感情也逐渐升温 接着周大妈就问她最在意的问题 你抽烟喝酒吗 不抽烟也不喝酒 也不打麻将 那这是 我们家没有烟味 也没有酒瓶子 没想到徐大爷一点不良嗜好都没有 此时的周大妈是越看越满意 俩人的三观也都大致一样 接下来大妈就开始规划起 俩人以后的养老生活呢 假如说咱俩真走在一起了 咱们夏天在东北 冬天到上海南去去 我在海南 我17年去了 去住半年 和我们一个小区姐妹 玩住这房子 住这大房子 住半年 那块吧 空气好 假如说咱俩真走在一起了 咱俩冬天云南也不错 我哥和我嫂去 并在云南住了半年 海南 那块空气挺好 多点20多度 挺好的 你过了河南那边就好了 天气就好了 没有咱东北这么冷 那行那妥了 我就想找你这个类型的 大爷大妈相反热欢 只有志同道合的才能欣赏同一片风景 老了老了不就是找个能合的来 以此看着顺眼 想法都大拆不差的人 既然找到了那就好好把握吧 希望周大妈和许大爷能幸福到白头 好久没有成过一对了 今天琪琪太开心了 一会儿去找我帖子小卓两杯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更新到这 喜欢的老铁别忘点赞加关注 关注琪琪不米露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哦